中国的晶片业寒冬真的来了 来看到今年的倒闭 加速竟然突破了上万家 这个截至今年12月11号的数字 其实有10900家的晶片企业注销 比起去年5000多家的数字 暴增了九成之多 换算下来 平均每一天都有31家的晶片公司倒闭 而这一次大家也把矛头指向了 2019年当时的美国制裁 所以在制裁底下 欧洲不愿意投资中国的半导体业 导致了目前半导体业呈现走下波的卷框 根据了外国媒体Thomas Hardware的报道 中国的半导体业整体是规划失误的 从2021年起晶片荒之外 公司的量产也让大量的库存 卖不出去 所以目前为止你可以观察这两家公司 包含了长江存储 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当时他们找的是替代的供应商 跟采购的第三方 但是花了大把的钞票 却没有看到实质的成效 而另外一个华为 似乎有建立秘密晶圆厂网络的迹象 因为过去在手机推出的时候 大家都很好奇晶片到底哪里来 所以华为为了维持业务 目前有这样秘密晶圆厂的走势 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小型公司 并不像这么知名的企业 就必须面临了倒闭潮 而事实上在大原则之下 大企业可能是未来中国晶片业的走向 但是总体而言 整个晶片业 中国都在走下坡 华为与中芯国际合作 在八月推出搭载 7奈米晶片的手机 龙兴中科在11月底 发表新一代的自制CPU 中国看似突破了美国的晶片封锁 然而相关数据却不是这么说 根据中国泰媒体报道 到今年12月11号为止 中国已经有超过 1900间晶片相关企业 注销或吊销登记 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69.8% 相当于每天有超过 31间企业关门 与去年全年的5746间相比 激增89.7% 东方财富Choice资料显示 中国已经有151间半导体上市公司 公布第三季财报 合计营收约3523亿元人民币 1.55兆元新台币 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持平 合计净利约193亿元人民币 849亿元新台币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约54% 在这151间公司中 有111间的净利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约占整体数量的74%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绍军表示 美国对华高端芯片出口管制 给中国高端芯片带来挑战与机遇 中国芯片企业努力突破 但成效有限 外部打压加上营业亏损 中国晶片业淘金热逐渐退烧 华视新闻陆又竹何佑飞报导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